3月11日上午,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李克强总理在两个多小时里回答了13个问题。 对中外记者关心的经济发展、乌克兰局势、两岸关系、改善民生等问题进行了回应。 谈及5.5%左右经济增速预期目标,李克强总理表示,制定宏观政策是从中国国勤实际出发的。 沟水平上的稳就是近。 今年啊,确实遇到了新的下行挑战。 且不说各种复杂环境在变化不确的因素增多,就是我们本身要实现5.5的目标。 它的增量,也就是说中国百万亿级以上GDP,5.5的增量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水平。 如果十年前还是50多万亿,那六七万亿就可以了。 今年得有八九万亿的免疫GDP的增长。 这就好像登山,如果你要登一千米的山,想爬一百米,想爬百分之十,那一百米就可以。 如果你要登三千米的山,想爬百分之五,那就是一百五十米。 对于乌克兰局势,李克强总理说,应当尽最大努力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进行谈判,谈出和平的结果。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会支持和鼓励。 我刚才说了,中国从来都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认识。 关于乌克兰局势,中方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宪章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也应该得到重视。 中方,据此,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并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为重返和平,发挥极其的作用。 对于中美关系,李克强总理认为,中美合作对两国,对世界都有益。 去年,两国贸易额超过了75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三成。 这说明什么? 中美合作领域是广阔的,是有巨大潜力的。 如果美国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双边贸易额还会更大, 两国和两国人民都会从中受益。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则宽处行,磨长久力。 谈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李克强总理表示,两岸同胞说到底是一家人, 手组亲情任何时候是割不断的。 我们愿意继续从广大同胞,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发展基因。 对来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 我想只要两岸同胞合作共济,团结向前, 就一定能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共享中华民族复兴的福祉。 在改善民生方面,李克强总理强调, 保障基本民生既要用力量力,更要用心, 要坚持实事求是,让事实说话, 要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 基本民生还是和日常生活细细相连。 现在我们跨省流动的人超过一个亿, 他们异地,就业,养老,就学,往往来回跑, 确实跨省通办已经成了新港区。 我们今年要实施一项政策, 就是把人们常用的身份证电子化, 也就是说你拿的手机在有关事项上一扫码就办成了。 当然,我们也要为那些不用智能手机的人, 特别是老人提供便利, 还要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和隐私。 最近啊,有的地方发生了严重侵害妇女群众权益的世界。 我们不请为受贺者痛心, 也为此事感到十分气愤。 对于漠视群众权益的, 要坚决追责问责。 对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要严厉大喜, 严惩不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